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前往夏威夷 担当今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的东道主 亚太经合组织是1989年成立的 目标是改善成员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 推动贸易自由化 在夏威夷峰会之后 奥巴马总统紧接着还要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 并且在巴厘岛出席东亚峰会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罗宾逊报道说 在这次为期九天的行程中 奥巴马总统要向各国表明 美国在亚太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坚定立场 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一次在美国举行 是在1993年 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主持 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举行之际 奥巴马总统正继续努力振兴美国经济 并且一再强调 自由贸易在创造工作机会方面的重要性 以及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亚洲 特别是中国的竞争挑战 十多年来亚太经合组织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大规模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不过美国和另外八个成员国 预计将宣布达成一个反太平洋伙伴关系框架协议 反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是一个较小的贸易组织 亚洲国家与中国存在着复杂的经济与安全关系 其中包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相互对立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召开之前 包括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副国务卿伯恩斯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 先后前往该地区访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尔说 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保证 是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的背景之一 澳大利亚将允许美国军队扩大使用当地设施 奥巴马总统这次出行 也恰逢美国国内的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11月23日是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 就1.2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削减计划 达成一致的最后期限 做出这一决定或者无法达成妥协 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